那个天津这个哈米波波这个我没搜着 我不知道其他人搜了没有 所以这个公司 你说你是总经理年薪一百万 我们已经产生质疑了 然后上一份工作呢 你又说不明白你的实际薪酬构成 你的团队管理数据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如果在正常面试中 我们觉得已经可以结束了 你能理解意思吗 我能理解 所以现在大家都还是希望 你没有说有水分的话 哈米波波注册公司 这个注册资金多少 一百万 一百万 全部给你发工资了吗 你在里面年薪就是一百万 它注册资本一百万 一流 你说的这个是最近创业的 对 就这个 能听我简单的讲一下吗 那我们就不说别的公司 我们就说创业这家公司 那家公司既然有诸多的不变 我们就说你创业的这家公司 你这家公司是投资多少钱 我们当时有四个股东 每人百分二十五 其实就是二十五万 一百万的一个公司 一开始就把每个人的工资 就订了一百万 你这个一百万 可能年薪不是你一个人 对不对 其实我想 我就搞不懂你这公司 我也是开创业公司的 我开创业公司 我可能不给自己发工资 那您就比我懂了吗 因为我不懂 所以才这么弄的 就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的确是不懂 我第一次做企业 我也年轻 这个我是很 是不懂的 还是在上面写给我们看 那你上面就不要写 我觉得是一百万 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预期 是吧 对 你看 我就说有人能理解我 你先做一个怪圈了 因为你上来呢 就说你是钻石 然后你又说是你是女强人 然后这样的话 就把大家预期就拉高了 不是 然后你就开始解释 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在掩饰 然后就觉得你不老实 然后就开始觉得 你得欠收拾 对吧 没关系 就是这条线就会让你 越来越往下滑 是吧 所以你先别把自个儿 变成说女强人 你现在好好的 先让自己沉下来 你求那个岗位 如果是总监 就符合岗位上的那些要求 好吗 好 因为我刚才真的 的确上这儿学习来的 就是这样说 好像有点太露骨了 但是你那儿拥有股份 那那公司怎么办呢 我那个公司呢 就是我是经过 很慎重的考虑 把那个公司 直接让全到我的 那个第二合伙人 就是我的合伙人 比如我们公司的二 陪伴是最长情的浪漫 你两次被 两次离开 你却说长情的浪漫 而且还有一个是 自己亲手的孩子 一个是陪伴你长大的公司 结果你到这儿来 你跟我谈长情是浪漫 姑娘 怎么解释 这个东西没办法解释 因为我来这儿的话 其实 那就像杨石头说的 那就不解释了 那就欠收拾 你的岗位要不要调整 才是继续下去的基础 目前没有 不要调整 薪酬 薪酬我说的是综合收入 综合收入 对 一百万不调整 对 底薪呢 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综合收入是综合收入 底薪是底薪 两码事 我目前要求的那个综合 就是底薪的话 是八千到一半 买卖不在 人情在 别垮这个脸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过来 还有一盏灯 来 我们直接去